什么是品牌形象? 到底品牌形象重要吗? 嗨,大家好 什么是品牌形象? 到底品牌形象重要吗? 比方说,万利兴集团 是一个做建筑和钢钩的一个工厂 一个建筑公司 我有一个外号叫铁人 为什么叫铁人呢? 因为以前我们做铁工出事的 然后以前年轻的时候 很刻苦耐劳 我有一个外号是不睡觉 很勤力地做工 很勤奋的一个青年 所以我讲到做到 有一个像铁一般硬的一个硬汉 所以有一个铁人的外号 可能我讲形象 每个人都有形象 你的形象是什么? 有些人的形象是很好看 很漂亮,很帅 但是形象不是因为你穿得漂亮 打起了领胎,穿起了大衣 你就有很好的形象 所以企业的形象也非常的重要 打造企业的形象 有些人是公司的领导 他的形象很好 他能带动整个企业 比方说,麦当劳 一个M字 它就是一个形象 一个设计 一个带给你快乐 带给小孩子快乐的一个企业形象 记得以前40年前 麦当劳来到马来西亚 他们的麦当劳全面都有一个小孩子的一个 一个区业给小孩子玩游戏 玩那个球球等等的 所以一个游乐园 所以很多小孩都喜欢去那边玩 所以突然间 他就变成了一个 带给小孩子开心的一个形象 后来慢慢的 就把他的M字的这个品牌 打入人的心里面 然后他就变成今天的麦当劳 比方说这个A-Asia A-Asia是红色的一个婊子 然后让每个人买到廉价的机票 他也是有一个口号嘛 所以你看到 企业的形象 他们也需要通过打广告 通过代言人 通过口号 比方说 这个富贵山庄 总有一天等到你 什么来带一个口号 最重要的不是口号和广告 可能很多人烧了很多的广告 他也未必会成功 最重要还是什么 就是品牌的质量 产品的质量 如果没有好的产品 没有好的品牌 一些都是网谈 一些都是白讲白谈的 最重要还是要有好的品牌 比方说 我们万利兴建筑公司 有46年的历史 从我爸爸做钢购开始 到我接手 到今天的一站式 万利兴建筑集团 我们过去所打造的建筑物 所打造的品牌 已经建立在所有客户的脑海里面 我们所做的建筑物 包括这个KIA VQ等等 包括这个 National Stadium的 这个装修工程等等 我们也很多的这个 外国以及乐本的客户 打造了很多的工厂 所以已经在这个 马来西亚的市场 建立了一个很好的 诚信品牌 我们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工程 所以我们认第二 没有人可以认第一 所以 We are not the bigger in Malaysia We are the best 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所以今天我想更分享的 除了品牌的形象以外 还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好的产品 好的形象 好的诚信 你才能够吃力不达 每个人在做这个形象 都是看短的 看短期的利益 其实是错的 你要建立一个品牌的形象 一定要看远的 高瞻眼数 你一定要高瞻眼数 站在高处 看得远 望得远 做远的 OK 如果你没有 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意义 不谋万事者 不足谋意识 如果你没有一个全局的一个打算 你不能看远 不能坐眼 你只是贪图 眼前的短小的利益 你是永远是赚不到钱 你的品牌形象 永远不能成功 OK 所以这样 除了品牌 除了烧广告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你公司的产品 你的员工的服务态度 还有你的品牌形象 如果你的品牌不好 你做得不好 然后不负责任 你永远都做不能久 但是我们的公司做了那么久 从来没有客户讲 我们万一星的集团 做的工程不好 所以我们才能够吃力不达 所以最后一集就是 品牌形象建立在 诚信和最佳产品 而不是用口讲的 而不是用口号吹的 没有用的 要靠你的产品 你最佳的产品 你的服务 因为消费者就是你的老板 你的产品是消费者了 当消费者爱上你的产品 喜欢上你的产品 变成你的忠诚客户过后 你不用讲话 他一世人 比如讲我喜欢亨达 我嫁了亨达过后 我就很喜欢亨达 比方说 我吃了那家店的面 或者饭 我每一次 每一年 每十年 我都会念念不忘 我会回去 回头客 去买那产品 比方说你家 孩子吃的奶粉 用的pampus 你用了过后 你觉得那产品很好 那产品 很适合你的孩子 然后他的口号 他的诚信 他的质量 他的服务 才是你能够跑最远 勇气经营的品牌形象 大家懂吗 品牌形象还是要用心经营 建立长久 不是短期的利益 OK 谢谢大家 大家加油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